嗨 大家好 我是Horus 今天這一集要簡短的跟大家介紹 怎樣值得ITS玩家適合買小烏鴉呢 小烏鴉是銀芯很有名的ITS機殼系列 它除了小烏鴉一代、二代還有三代 與它類似的其他廠牌除了機殼有 Node 202還有CL520等等 但這些機殼的架構其實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就是顯卡跟主機板垂直疊在一起 所以就會讓主機板變得很瘦瘦瘦的 就跟我們的字典一樣 那缺點呢就是它比一般的機殼可能還要熱一點 因為它很窄 所以說它的顯卡基本上只能用鼓風扇的散熱 如果你用那種三風扇的大顯卡 很有可能就會那個熱機在裡頭 但現在鼓風扇除了吵一點之外 其實就算是3090也是有出鼓風扇的版本 那CPU的部分呢 這些類型的機殼基本上它的處理器的散熱線高都不怎麼高 你一般就只能用像L9i這種小小的散熱體這樣子 那我之前用L9i去壓8400 基本上來講的話 溫度其實就已經到70幾度了 那我有一次給它上個9900K 結果呢 95度 它只能跑到幾G呢 只能跑到3.5G 所以說 基本上我的建議像這種就頂多就是打打遊戲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還有平常的一些中高層次的用途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要重度CPU渲染的一些重度的工作需求 有生產力的需求的話呢 建議你還是找大一點的機殼會比較好喔 以上是這期的頻道 謝謝大家 掰掰